很多人常说钱虽不是万能的,但没钱却是万万不能的,毕竟,最基本的生活还是需要金钱来进行维持的。因而,许多人也都想快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所以,很多人将实现这一目标的目光投向了创业之路。 而今,很多富豪的成功都与当年他们的勇于创业息息相关,但创业也并非一事。由于创业失败,而累累负债之人也有不少。那么,穷人如何才能翻身呢?未来几年,拼的是思维力。这四种远见让人有钱,你有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尝试新事物,新事物就是机遇。走得快的人,愿意尝试新事物。爱因斯坦说过,若无某种大胆放肆的猜想,一般是不可能有知识的进展的,敢于去尝试新事物,踏出第一步,其实就已经比大部分人更靠前了。 新事物代表着新的机遇,新的挑战,说明还有很大的市场和前景。朋友和别人合伙经营着一家零食铺子,最开始就是靠口味来吸引顾客。 有人建议他在线上做宣传,搞活动,开直播,增长人气,打响知名度。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,在线上做了推广。 后来,他又根据各种节日,制定了不同的活动,开展线上抽奖,赠送礼品等方式,让更多人品尝,收获了稳定的客户群体,线上的名气在不断传播。 在线下,他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新店开业,他踏出去的那一步,为他迎来了更好的发展。 尝试新事物,就是从观念上开始改变,不断与市场接轨。 与时俱进,抓住转瞬即逝的机遇,一个人能够接受新事物,且有勇气迈进新的领域,接触全新的模式,未来也会迎来全新的局面。 劫善缘,不劫怨。 众所周知,如今整个社会的戾气特别严重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特别紧张,每个人都跟即将爆炸的火药桶一样,你随便说了一句话,就有人来针对你,跟你不死不休。 你开车超过了他,他就敢开车逼近你,跟你赌气。 你看了他一眼,他就会对你动手动脚,说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现实。 当下只是戾气的开始,随着这股戾气愈发严重下去。 未来的极端事件只会越来越多,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倒霉的是不是自己,为了保住小命,出门在外。 最好不要招惹任何人,该耸的时候要装耸,该逃的时候要快跑。 所谓惹不起,躲得起就是这个道理,广结善缘,不结恶怨,才是聪明人。 倘若被人一击,就跟别人产生矛盾,别人跟你一换衣,那最后吃大亏的,还是你,以及你的家庭。 长远的眼光,做长远规划。 心有多大,舞台就有多大,越是思维力强的人,眼光越是长远,善于做规划,坠续中的宁议。 在帮交期苏坦,打理不装生意,并未局限于当下的利弊。 他没有与吴家强,朝廷碎部的生意,不大量的囤购残思,而是把苏家的店面全都关掉,给人一种要倒闭的感觉。 他发明皮蛋,转而找人上街售卖,以小成本快速积攒现金。 当他有能力收购时,他迅速把全部部行都开起来,采取了比较新颖的营销模式,生意火爆,彻底地打败了吴家,成为江宁步行排名第一。 据李夫人说,机遇从不光顾没有准备的头脑,弱者坐待良机,强者制造时机,懂得谋划,有长远的眼光,可以看清局势,为了未来的发展一步步经营。 这样的人,方能创造出更多的奇迹,获得更高的成就,筹谋的局有多大,往往收获就有多大,有远大目标。 是成功的第一步,有执行力,凡是愿意去尝试。 执行力强的人,想到了就去做,懂得很多事情,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好,要有长期奋战的准备。 为了让自己走得更远,会给自己制定目标,让自己保持自律,不断奋进的习惯,不会一直在起跑线上打转, 哪怕每天前进一点点都是有意义的,也不会想得太多,而是会督促自己,不要停下来,时间久了,一定能看到自己的蜕变。 有的人之所以很难成功,就是因为想得太多了,真正的强者,认准了一件事,就马上去做。 不会总是在原地满是顾虑,而错过良机,要具备存钱的能力。 杨兰曾说,幸福的生活不会从天而降,学会储蓄,才能拥有养足未来的资本,喜欢追求财富的人,一样也很喜欢存钱。 美国企业家托马斯,斯特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一开始他做的是卖水果,卖报纸这样的小生意, 虽然每一笔生意赚的利润很微薄,但他都将每一笔钱都存起来,不该浪费的钱,他坚决不花。 就这样,他攒下了创业的第一桶金,在亚特兰大开了一间家用电器店,生意成功后。 他仍保持着之前节俭的生活习惯,后来,他敏感地嗅到了连锁经营的商机,将平时的积蓄,全部作为开分店的启动资金。 存钱不仅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,而且还能让我们有更多的人生选择权,努力存钱,把存钱养成个人的习惯,无论存多存少,它都是我们行走于世的底气。 不要等万事俱备。 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,本来想跟领导汇报工作,觉得自己的资料还没整理好,索性就不汇报了,本来想去面试一家新公司,但又觉得自己没有这样那样的经验。 害怕被面试官问道,最后就放弃了,虽然我们常说不打无准备之战,但是我们不能总是等一切都准备好才开始,如果你一直待在原地,不行动,即便有再好的想法,也是毫无意义的。 著名漫画家小林,他画的许多漫画,动手之前他并没有完成想好,而是在工作之余,脑子里突然有了灵感,他就见缝插针,争分夺秒地创作, 一边画一边思考,他说,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东西,那些爆款的影响深远地接近完美的作品,都是无数不成功的作品堆出来的。 每一次不太成功的创作,会在后台收到读者的反馈后,让他慢慢地积累经验,教训,力求在下一次创作中去改进。 因为他相信,完成永远比完美重要,所以,在富人的思维里,许多是不是想出来的,而是做出来的,生活中,我们总是在做与不做之间纠结,不断地跟自己内耗,能量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被消耗了。 要知道,人生中真正阻挡自己的绊脚石,恰恰是我们心里的那块石头,凡事先行动起来,一切都将柳暗花明,思维决定行为,行为决定结果。 学会和富人一样思考,培养成为富人的习惯,走出穷人思维的怪圈,愿我们一起变得越来越有钱。 一件事情有三成把握,先干起来再说。 思维力很强的人,有好的想法,会有24小时内行动,想到了,撸起袖子就干。 他们懂得很多事情,只有干起来,才有机会,一件事情有三成把握,也不会想太多,而是会督促自己,马上干起来再说,先完成,再完美,只有这样才能牢牢把握机会。 有的人之所以很难成功,就是因为想得太多,凡事观望得太多,从而错失了大好的机会。 真正的强者,懂得机会与风险并存,认准了一件事情,即使有一定的风险,也有胆量去做。 正如某位华人首富所说,清华北大不如胆大,可谓话粗理不粗,越混越有钱的人,在关键时刻,一定胆子大,敢于冒险。 当你出来社会闯荡几年后,你就会发觉,胆子小的人,最多只能小富吉安,永远发不了大财。 因为金钱是有灵性的,他喜欢跟着有胆识,敢冒险的人跑。 真正的强者,有远见,不会只图谋眼前的这点小力,懂得走一步看十步,不断地调整自己要走的路。 降低风险,保证成功率,遇到一些问题,会尽力解决,而不是中途放弃,挑战自己,打破瓶颈,不与吃喝玩乐的朋友在一起,则有而交。 懂得与优秀的人为伍,给自己增添更多的动力,执行力强,做得多,从不害怕失败。 你所付出的一切,一定会在未来有所收获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